在高雄有三場 佛光山有一個音樂廳 是高雄市政府舉辦的 我們都是慈善一演 那這次募款的目標 希望能募到四千萬塊錢 應該差不多 就是這樣 我說我不做商業演出 只做工藝 我上次答應陳市長 在200年我答應他 我說以後有公義的叫我 就是實現之前的承諾就對了 對 公義的我都做 可是老師大家都很關心 你私領域的部分 你應該也知道 你要不要自己先講一下 我沒有說過任何話 真真也沒有說過任何話 你們哪裡來的新聞 還有我再跟你們講 你們可能忘了我的年紀 看得我很年輕對不對 我七十多歲了 七十多歲 離婚是不是晚了一點呢 是不是 我就說 我在大陸啊 我在江西龍虎山 造了幾個酒店 造了四個酒店 已經六年多了 我根本沒有看到新聞 回來我才知道 我說哦 這樣子 然後呢 真真熬了五十多年 才得了一個獎 得了一個榮譽 第二天全部都是負面的 這好像不大公平吧 是不是 就是 那我今天來 為高雄市政府 做這個公益議員 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看到陳市長 他有什麼團隊 把高雄建設的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我說我們應該支持這個 能做事的人 所以台灣的人民 都是善良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顏色 就是誰做事 我們就支持他 就這麼簡單 不是 我覺得他熬了五十多年 才得了這麼一個獎 也應該了吧 對不對 然後你們第二天 全部都是負面的 這個很奇怪 那怎麼沒有陪他一起來領獎 大家都說為什麼 我又不是吃軟飯的 這哪有是太太領獎 先生跟著去 好像沒有吧 也是有道理 對不對 他領了很多獎 我也領了很多獎 他也沒來啊 所以我說沒有那些事情 你問他說什麼 他哪裡有話說 他要看我 我想我哪裡有話說 一樣 好吧 好 那老師錢的事情 可以問一下好不好 你們所說的那個數字 說什麼分給我一億 我造了七百多個廁所 一個廁所差二十萬 它也不夠啊 你們講的是台幣 還是講的是人民幣 我搞不清楚 哪來的這個數字 哪裡來的 我就不明白 隨便寫 我的孫女十三歲了 不是一歲 我的孫女已經十三歲了 不是一歲 再說爺爺看孫女 也沒有什麼錯吧 你們寫了說什麼 他去看他孫子了 那我不看我孫子 看你孫子啊 對不對 這個我就搞不懂 很多寫的問題 不是問題嘛 如果我想我兒子 看我的兒子也沒有什麼 不對嘛 對不對 我只覺得對高雄市政府 跟佛光山非常抱歉 本來一個公益的事情 一個正面子 最後一些負面的出來 都沒有意思 如果我要靠買票的話 我做點新聞 還有情可原 我們已經客滿了 不需要你們宣傳了 好吧 他比較照顧子謙 他一顆心在兒子上 也沒有什麼不對嘛 那我說 劉子謙的問題 你們說 什麼 我以前跟他合作 他變成靠爸主 那現在他27歲了 也該獨立了吧 不是爸爸在後面跟著嗎 他是學音樂的 他也有這個才藝 叫他自己去發展 我不會管他 老師那因為有傳出說 因為您比較喜歡賭博 我賭博不是今天在賭的 我已經賭了45年了 所以錢的事情有跟 賭了是我自己賺的 我也不欠別人錢 有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 所以沒有一小夫妻的感情 沒有 他有的比我賭的多多了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你放心 話不完的 OK 這次很謝謝劉老師 來到高雄 然後說這樣的一個公益 真的是有您真好 那這次在佛光山的這個大絕堂 的這個演唱會 真的都客滿 高雄的市民非常 反應非常的熱烈 他也再次高雄市政府 也代表陳菊陳市長 感謝劉老師的歷臨 那當天陳市長也會全程參與 在演唱會裡面 謝謝 謝謝 謝謝